新台灣 加油 新台灣 加油 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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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對啦 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的一個氣氛 陶獨姐 因為源氏在講話的時候 有太多人想要回應他了 那我先讓這個北城將軍 因為你剛剛眉頭一皺 想說余將軍眉頭一皺 事情是發生什麼蹊蹺 來 請你直接坐來回應 各位鄉親 為什麼我眉頭要皺 各位知道嗎 陸生來台唸書 我們歡迎 但是陸生留在台灣工作 我懷疑 為什麼要這麼講 我們現在開放陸生來唸書 不是我們不讓他來 是陸生 自己被共產黨禁止不准來 我們並沒有禁止他來 對啊 可是陸生如果 留在台灣工作 各位有多少問題 我告訴大家 因為 中國大陸現在他們 一個月如果拿五千塊人民幣 算中高收入 五千塊人民幣和台幣多少 兩萬塊都有啊 對 如果我今天給我的助理 兩萬五千塊人民幣 兩萬五千塊台幣 五千塊人民幣 我會被勞動部開罰 你知道嗎 因為低於那個最低薪資啊 低於最低薪資 所以這麼多的中國的留學生 留在台灣 那不叫留學喔 在中國的定義他們到台灣 一般不叫留學 為什麼 像原資留在美國他優秀啦 夠意思嗎 我說你優秀 你講的是事實 你都不會臉紅啊 這現場節目不能剪耶 因為他留在那邊工作 那叫做中華民國的人 留在美國 國與國之間 中國大陸跟我們之間 他有承認我們是國與國嗎 沒有 他有把台灣當成一個國家嗎 沒有 他有把中華民國當成一個 合法的國家嗎 沒有 如果沒有 你們的人來台灣工作算什麼 那叫什麼 那叫做寄生 那非常可怕喔 我跟大家講 我們在軍中所有的工人工資 還有所有的產品 我們禁止使用大陸的產品 大家知道為什麼 如果裡面有留後門 裡面有留任何的貓膩 那麼是不是軍中所有的機密 都傳出去啦 那如果陸生留在台灣工作 變成台灣企業的一部分 你叫我們軍中要如何去查核 什麼是陸生 什麼是中國人 什麼是台灣人 分不清楚 長得都一樣啊 難道我們所有人進入軍中來做事 進入軍中來工作 還要先測口令嗎 唱國歌嗎 對不對 通關密語 對 這不可能嘛 所以這不是一般的勞動問題 這是國安問題 另外我再講一點非常可怕的事情 當陸生能夠留在台灣工作 那以後募兵會不會募到陸生啊 如果這些人進入軍中當兵 我當旅長 我的傳令是中國人 各位可不可怕 根本不用花任何的工具 根本不用花任何的戰略 他只要在我的飯裡面下蟹藥就好了 只要準備上戰場打仗 不好意思 旅長要放賽 那要怎麼打 那要怎麼打 這是不是危機啊 所以我才說齁 不要被這些選舉的語言所騙 你要選舉 你要顧票我同意啊 但是跟國家安全有任何違背 我就不同意對不對 對 去年的這個時候 去年這個時候 我在幫誰輔選各位知道嗎 韓國瑜啊 我在幫韓國瑜輔選 去年的此次我在幫韓國瑜輔選 我知道一件事 如果韓國瑜沒有當選 台灣就要淪陷 台灣就要被中國統治了 台灣就沒有下一次投票的機會 後來我告訴大家 我在這裡必須要跟大家深深的舉個弓 怎麼了 因為台灣到現在為止 依然享有自由民主 台灣到現在為止沒有淪陷 反而淪陷的是香港 台灣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工資越來越高 台灣到現在為止 我們每一個人的笑容越來越多 所以我說 四年前的今天我多慮了 四年前的今天我多想了 因為台灣由誰來當總統 誰決定啊 台灣人 人民決定 跟對面的習近平不一樣 習近平留下來繼續當皇帝 是共產黨決定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一票有多重要 這一票決定權不在於投給聳動 講話嚇人的人 因為我記得在我26歲那一年 有一個候選人在選台北市的市長 叫做趙少康 他告訴我啊 如果票不投給他 阿扁當選台北市長 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 到現在 1994年 民國83年 那一年投完票我投給趙少康 第二年民國84年我就搬到桃園來了 我就搬到桃園來了 因為我怕台北會淪陷啊 我就逃難到桃園來了 後來我在桃園發現 台北沒有淪陷 台灣沒有淪陷 我還在桃園 從陸軍上位做到陸軍少將 台灣有淪陷嗎 沒有 台北有淪陷嗎 沒有 我告訴你 我以為我當到陸軍少將 就是我人生的最高峰啊 一年零兩天的今天 我在桃園當選桃園市議員 各位 軍人可以從政 大家有沒有聽過啊 軍人可以受到選民的支持 當選民選的市議員 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就是台灣奇蹟對不對 對 這就是台灣人的熱情對不對 對 不會因為我以前的 深藍出身的背景 而讓我覺得轉變卡卡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 當我站上講台 支持賴清的那一刻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能再犯第二次錯誤 因為台灣只有一個 不能重來對不對 對 火車吹下去 各位我要簡短回應一下 第一個 將軍多慮了啦 因為侯友疑是說 會根據產業需求定額 所以不可能募兵啦好不好 因為產業需求 他一開始沒有這樣講 那可是有固人啊 軍中有對外 實施僱員 這僱員進入軍中怎麼辦 根據產業需求嘛 所以哪邊缺工啦 缺工的話才會開放 這第一件事情 誰決定啊 根據專家啊 誰決定啊 你也可以給意見 誰決定的專家 你這樣就刻意要扣紅帽子 人就說沒有要做這個事嘛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 開放陸生其實是一個 一個政策的討論啦 我覺得也不用無限上剛到意識形態 沒有我跟你講 就是人才的交流 我們擔心的不是開放陸生 我們擔心的是開放陸生之後的 開放陸生的 就業機會 對 我剛剛有說第一個定額 第二個產業需求 然後這是一個政策 就不用意識形態啦 我們是比較務實的考量 我問你我問你 你們比較藍軍的選民 都沒有對這個提出疑問嗎 沒有人打中的 跟業縣主席部署說 喔這萬萬不可不通啦 怎麼這樣不 譬如說王毅川今天開了一個 什麼機械公司 就找不到人啊 剛好陸生有這個專長啊 來上班啊 也不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勞工啊 只有剛好陸生有這個專長 台灣人都沒有這個專長喔 所以他會滾動式檢討嘛 大家的這個顧慮啊 滾動式檢討喔 都考慮了 沒有陸生兩萬五千塊就願意做 台灣要三萬塊 各位這樣子 台灣人還有競爭力嗎 不要就是台灣缺工 台灣人就拼不過陸生 台灣原本缺 啊現在就沒有人要做嘛 沒人要做嘛 我補充一下 才會缺工啊 中國學生我也教過啦 我在大學教書 女朋友喔 我也教過中國學生 不是教過女朋友 是教書啦 教書你不要歪到那裡去 越遠之你認真一點啦 侯友宜昨天講的這件事情 是在一個 一堆大老闆的場合 他要講台灣缺工的問題 那他就直接說 那就從中國引進學生來這裡就業 他的邏輯是這樣 那講完之後被大家質疑之後 他今天又做了很多的補充 就是剛業員資補充了 我跟各位講 侯友宜主張啊 包括這一個外籍的配偶 他說為什麼外籍配偶 嫁到台灣來以後 四年內可以 四年後可以拿身份證 為什麼中國配偶不行 所以各位 他等到他當總統 他就會讓中國配偶 來到嫁來台灣四年 或者是娶台灣的媳婦之後四年 他就擁有這個台灣的身份證 這第一個喔 第二個 這個大學唸幾年 四年 大學剛好唸四年 哇 所以如果兩岸剛好有一個 這一個女孩兒 跟一個好男孩 在網路上相知相愛相惜 後來決定結婚 18歲可不可以結婚 可以 18歲就結婚喔 18歲結婚來台灣讀大一 剛好四年 拿到台灣的大學的學位 又拿到了中華民國身份證 的隔一年 他就可以選市議員了 他就可以選里長 喔 這樣是不是一條龍 喔 而且這個大學唸完四年 拿身份證 然後又可以就業 即使沒有拿到身份證 他也可以就業 這樣所引起的後面的風暴 後面的這些配套 侯友宜都沒有講 侯友宜昨天講的時候 他就丟出這個題目 今天 今天透過各種管道 不斷的在解釋 那你為什麼不想清楚呢 然後你現在講說 要限額 要審核 要評點 看產業的需求 以後 以後只要有審核 有評點 有標準出來 就會有人要求 全面性的開放